大家好,歡迎回到Coursera的普通物理學課程。 那在這一講的開頭呢,我想再跟各位聊一下考試這件事情。 我們在上個禮拜跟各位聊了考試,如果你從跟別人比較的競爭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考試很容易會讓你的學習樂趣喪失,但這並不代表考試是不必要的, 檢視學習過程永遠是一個重要的環節,可是考試呢還會造成另外一個可能的後遺症, 這個重點在於說會讓人很容易混淆,當你在學習的過程裡面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學歷很高, 還是要成績非常好,還是你要會有做事的能力呢?當你出了社會之後,真正重要的事情應該是你會不會做事, 而不支持你會不會考試而已。可是在學校裡面好像不太強調做事的能力, 所以這次考試會造成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同時呢,如果在生命裡面有幾個所謂的重要的考試,比如說在台灣有所謂的聯考, 那現在是變成學測跟積測這樣的東西,很大的這個考試有一點像是這種一世定生死的感覺, 這樣很大的考試很容易會讓人覺得你的人生經過這個大考試之後會變成一段不同的生活。 像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我們的老師就會常常跟你說,國中的時候就常常跟你說,別的事情都不要做, 好好認真念書,考上最好的高中就沒問題了。上了高中之後老師就跟你說,好好的念書,別的事情都不要做, 考上最好的大學都沒問題了。上了大學之後呢,就沒有人站在跟你講了, 但是就沒有人會告訴你,你這生到底要做什麼?除了考試之外,還有什麼別的東西留下來嗎? 所以我想跟各位聊一聊這個考試對於人生的一些影響,那在這裡我想引用一段文字, 這段文字是清華大學彭明輝教授在他的部落格上寫的後來出了一本書在談這件事情, 那他在談的標題是困境跟抉擇,所以這邊是直接引用他的文字來跟各位分享。 他在說什麼呢?他在說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所以我也稍微highlight一下, 他的概念是,生命事實上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不會因為單一個事件而毀了你的一生, 也通常不會因為單一個事件而救了你的一生,屬於各位的遲早就會該得到。 屬於我不該得到的,即使我拼了命僥倖不小心拿到,通常也沒有辦法長久的保有。 如果我們能夠看清這個事實,許多所謂人生的重大抉擇就可以淡然處之,沒有需要焦慮。 而所謂人生的困境也往往馬上就變得不是所謂的困境。 我們來舉個例子,以剛剛提到的聯考這件事情來說,假設有甲乙兩個同學,那甲這個同學呢,一向就不被看好會錄取最好的高中。 那在台北來說最好的高中就是像建國中學。那麼另外一位乙同學呢,大家都覺得,啊你一定穩的啦,一定會上最好的高中。 可是真的在考試那一天,假不小心,欸這個有些題目就猜對了,那猜對了之後,欸他就進了最好的高中。 那大家都覺得穩的乙呢,欸不小心有幾題寫錯了,那寫錯了之後呢,他就到第二好的高中去。 那麼放榜的那一天呢,這個在我們成長的過程裡面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記憶。 就是放榜那一天,欸這個考上最好的高中這一家人,喔都很高興,這個好像這個從此就穩了這樣子。 那麼如果你不是考上很好的高中呢,這個氣氛就會不太理想,就覺得欸好像考高中這件事情呢,就會決定你將來這輩子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真正的核心概念是,這一個考試真的代表你的能力嗎? 最好的高中所錄取的最後這一百名,真的會比第二好的高中錄取的前面這一百名來的強,來的前景看好嗎? 如果你是不小心考上的,那你就真的就是不小心考上。如果你是不小心一時寫錯幾題,這件事情你的學過的東西,在考試前所累積的概念,所累積的能力,並不會因為這一次不小心寫錯就消失。 這個最核心概念就是一個人所累積的實力,絕對不會因為這個單一的考試放榜的排名而改變。 因為生命是一個長期而持續累積的過程,不是一個考試就切成兩半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高中念完之後,三年之後原本沒有考好的同學,乙同學他就順利的就考上台灣最好的大學。 那麼假同學雖然念最好的高中,但是畢業之後他卻跑到台灣其他的大學去。 這個時候如果你回頭看高中聯考那個時間,假同學有什麼好得意,而乙同學有什麼好傷心的呢? 所以仔細比較這種際遇的問題,再重新想想看這句話,就是生命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過程。 你累積的東西絕對不會因為一時的際遇而終止或是增加減少。 像大考試,聯考這種所謂的排名,它只不過是一個表象,對你真正的累積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所以為了什麼我們要對這種表象,對這種空虛的排名這麼樣的喜悅或是憂傷或是害怕呢? 這些原因都是因為沒有看懂這個人生的真相。 那麼我們在大學裡面教書,常常會有很多大學的同學來問說,欸,這個我將來到底要做些什麼事情。 那學生如果來找我談這個事情,我常常會問他這件問題,就是將來他希望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麼,嗯,彭明輝教授也是常常會問學生說,欸,30歲以後,同學希望在社會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但是常常同學並沒有辦法真的回答這個問題,大家想到的都是,下一步到底是要念救手,還是要出國,還是要當兵。 如果是男生的話,在台灣會有當兵這個問題,或是直接去工作呢?常常只能想到下一步,為什麼會這樣? 那常常是因為在長大的過程裡面,因著這個大考制度的影響,對於生命的延續感並不存在。 想到的事情是,下一個考試,我下一關要過哪一關?這一關過了之後,接下來一定要再找一關,才能延續生命的意義。 本身是沒有自己在對自己累積內涵或是概念的,一定要找一個關卡,讓自己去過才行。 可是這個關卡往往是所謂的際遇,際遇常常不是我們可以決定的。 而更可悲的是,如果最後只剩下活在放榜的這個時間, 哦,這個關卡要過的是個時間是很光榮的,就是考上很好的學校,或是說啊,剛好考差一點點。 如果最後只留下這個東西,而完全不看到自己真正的累積,這樣子人生會非常的可惜。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重複一次這句話,就是生命的真相是一種長期而持續的累積。 該你的,遲早會是你的。不該是你的,不小心拿到,通常也沒辦法長久保有。 所以在人生中真正應該關切的是,自己到底在累積什麼?還有這個累積的過程。 這件事情是所有偶發的際遇沒有辦法剝奪的。再說一次,際遇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東西。 所以這些所謂的順境、逆境,往往只是生命中一時的過程而已,而不會影響你真正想要累積的東西。 如果能夠看清楚這個事實,那生命的過程就真是所謂的功不堂倦,沒有什麼好貪求也沒有什麼好焦慮。 所以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想清楚,我們自己到底要從人生獲得什麼?經驗跟累積的概念,然後安安穩穩。 你很輕輕懇懇慢慢的累積,就會達到你所想要的人生的進階。 那麼在大學裡面也會,就是常常會有學生說,誒,譬如說他會說,老師想想,他很想先當兵,然後再工作,然後再考研究所,這樣好嗎? 那,彭老師回答說,誒,這樣很好啊,你有機會了解自己,然後先用食物來印證學理。 那麼念研究所的時候也會比別人更了解自己的需要。 可是學生就是說,那他會怕說當完兵又工作的時候會失去鬥志,所以考不上研究所,那就先考研究所好啦。 但是假如現在研究所就會怕像大學一樣茫然,所以念的不甘心,那還是先去工作好啦。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人會為這種誰先誰後的順序非常的煩惱。 那,雖然這個當老師的人大概都可以體會這個所謂的焦慮,可是這個焦慮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我也希望如果各位走過這一段,或是你現在正在經歷這一段的話,可以好好想想看這件事情。 說起來,真正需要的事情就是,哦,你可能需要研究所兩年,在兩年的工作經驗。 這樣的話你就會有知識的深度跟一些實務經驗。 先做兩年工作,還是先念兩年救所。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差很多,但是事實上真的有這麼大的差別嗎? 這個事情完全就是像朝三暮視這個成語一樣。 我相信所有的人可能都聽過這個成語故事。 這個主人本來餵猴子,是早上餵四顆,下午餵三顆。 那,後來呢,搞成早上餵三顆,下午餵四顆,欸,猴子就超不高興的。 就一定要早上餵四顆,下午餵三顆。 但真的有什麼差嗎? 這個事情,朝三暮視這個事情就跟先工作還是先升學,其中的差異很像。 本來是不值得計較,反正就是需要這四年的經驗。 但是,如果你只剩下對生命中非常短的時間的眼光,只能看到下一關,下一關,就會覺得,欸,在這個生命過程裡面這麼小的一個記憶,會覺得你好像非常非常重要,到攸關你未來的生死的感覺。 可是實際上它只是你生命過程中,七、八十年的生命過程中,累積的那三年跟四年。 放大到整個人身來看,你就覺得這誰先誰後,真的不是一個最值得你憂愁的事情。 更何況,如果你覺得這兩個讓你很困擾,譬如說我要先念教室還是先工作,讓你很困擾,當你有兩個或三個選擇,而讓你非常焦慮,不知道啊,誰先誰後好的時候,通常就表示,這兩個選擇或三個選擇一樣好,或者一樣差。 因此實際上選擇哪個先或哪個後都一樣,唯一的差別只有誰先誰後而已。而且通常越讓你焦慮的事實上差別通常越小,越不值得焦慮。 反而如果真正一看就是,欸,這個選項A跟選項B,選項A一定比選項B好很多,當有這樣明顯的好壞的時候,你輕易的就知道該怎麼做。 可是如果你的目光只有看到下一步,只有看到下一步,你就沒辦法從長遠的概念來想這個事情。 當兩個抉擇一樣好的時候,誰先誰後真的有這麼大的差異嗎?你想選甲,就會覺得啊,一也有這個好處。想選一,啊,又覺得啊,甲也有這個好處。 於是就在這邊來來回回,就為了這個擔心的煩惱,就耗掉你非常多的生命的能量。 何必呢?如果你從整個人生的角度來看,人生長八九十年,至少也有五六十年,你先做哪一件事,後做哪一件事,到底有什麼差? 或是你當完兵,工作,在考驗救所,這三件事的順序,到底會有什麼嚴重的影響。 那剛剛這一段是跟各位分享,這個是清大的彭明慧教授,他在他的部落格裡面寫的一些文字。 那他後來把這些文字也集結出書,所以書名就叫做生命是長期而持續的累積。 那我也非常推薦各位來看看這本書,裡面有很多關於人生的一些想法。 我很喜歡現在的文字。 插畫�assa方我來���賴 Brian. 鑑ar呆